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列出很多像O2 像Medica Center 像Yulham Center 像UMCEDL 你看它的预测都是87席 91席 98席 88席 Eman讲84席 Invoke讲105席 Pinnan Institute 103席 UUM 89席 还有很多在下面 因为截图太长了 我没有拉出来 所以就是这一个留言 很多独有发来问我 上百位 超过一百位独有问我 红律师是真的吗 西蒙大赢 当然我希望西蒙大赢 我希望公正党可以打连我 你这样子做错错误 人家还是投票给你 你谎话连篇还是可以投票给你 证明你有魅力 我看错你 你讲骗话 人家还是投你 你有魅力 但陈信党 行动党是值得投的 公正党烂 他跟巫统一样烂 跟回教党一样烂 但是行动党跟陈信党并没有马华 并没有国大党 并没有民政那样烂 所以西蒙当然还是由他执政来最好 但是有公正党在 我认为这样子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这个就是为什么从两年前 从去年8月就一直说 公正党一定要革新 一定要认错 一定要道歉 但是没有人管 以这样子的态势去进入选举 我并不认为会大胜 那我们回到这个各种各样的survey 他都说西蒙可以赢90席 90席绝对绝对是大胜 超级大胜 如果90席绝的话 GPS过来他就可以组成政府 因为GPS最少25席 但我不得不破人税 因为要说实话 我们要有意说意 这些都是假的 刚才那张图片 其实里面有提到Ulham Center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马来西亚的机构 刚才有讲Ulham讲90多席 西蒙可以赢 那我给大家看Ulham Center的回答 看到吗?他专门出一个 kenyataan media pernafian 这几天有传统信息说我们灵感中心 有做survey可以拿到多少息在各政党 在第五届大奖可以多少息 然后他说为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还没有推出这样子的报道 所以任何的我们的消息只会在11月18号发出来 所以你看到吗?大大个的pernafian 他这样segurr要马上出去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明显是假的 然后除了Ulham之外 还有一个是ISEAS 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出名的在马来西亚 底下我会讲到另外一个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Medica Center 你看ISEAS Yusuf Isak Institute 就是新加坡的一个智库机构 他里面最新的是马来西亚大选 关于马来西亚大选的最新报告是11月14号 你看没有了 现在有11月15号我看一下 我刚才看最新是11月14号 你看到吗? 他并没有 大家可以看他并没有说西盟会答应 他只是会说他里面写出来的报告是 女性的候选人很少 然后在Johor 巴卡丹跟巴里山会有一场应战 然后这个是图片 照片看旗海战 然后PASS在特朗诺可能会有Swing 但是BN有一个PASS有Strong Support 但是BN也很靠近 然后谁会比较遵守承诺等等等等 但是并没有像刚才所说的 直接讲西盟赢90系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今天很多读友发来问我 我都直接跟大家说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你只要去找ISEAS 然后你只要去找EHarm Center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长长的list 甚至你的内政部 甚至你什么机构 政府机构UUM的民调 全部都在里面完完整整 很明显是假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谁去做的 但是从都是西盟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希望西盟赢尤其是华人 像我刚才说西盟国门国阵来比 当然西盟是比他们好的 肯定是比他们好的 我们是讨厌公正党 这公正党像死一样像你一样 我们不知道是谁做 但从这些西盟的支持者 他们看到这个很高兴 然后大量的转发 我们可以推敲得出是西盟做的 如果真的是西盟做的 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完全错误的 你在给大家错误的信心 而这个错误的信心 会压低你的铁杆支持者 出来投票的欲望 反正你都赢了 反正你赢这么多了 你是稳赢的了 那我不回来投票也不用紧 或者是反正我有集市 星期六那天我有约会 我有工作 反正你赢 不少我一票不少 所以行动党一直以来 都是打这个背心牌的 其实这个才是最好吹票的方式 背心牌不一定有效 但是绝对比信心牌有用 所以兵法有云 挨兵出战 挨兵出战 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 其实才会取得最大的效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要反其道而行 公正党每次都是反其道而行 在马六甲说可以大胜 在Joho可以大胜 都狠狠的失败 行动党这次也一样 当然行动党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 他们的军师刘振东 大家可以看这个新闻 军师刘振东说 Bakatan可以赢100席 但是很蹊跷的是 你看这个新闻 其实刘振东在他自己的WhatsApp 他有发给他的支持者 关于他的分析 说Bakatan可以赢100席 然后这个新闻也有采访他 也有报道 你看很蹊跷的是 你看他这边写 Madeka Center Letter Survey 说Bakatan Harapan is at 91席 PN 47席 BN 26席 所以Bakatan Harapan有91席 这个是刘振东写的 然后这个新闻有报道 但是你看这个新闻 你看我圈起来的部分 大家有看到吗 我下面圈起来的这一部分 说什么 他说这个媒体说 我们并无法verify 刘振东所讲的这个survey 就是说Madeka Center 这么著名的独立民调机构 他说我们不能verify 因为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资料 其实就是我们找不到 他所说的survey 其实我也找不到 你看我特地去 这个Madeka Center的research去看了 大家看 他最新的报告是到11月4号罢了 然后他这个报告是 不是关于大选的 然后关于大选的 pre-election national survey highlights 是11月4号 也是11月4号出的 所以刘振东是哪里拿到 这个Madeka Center的报告 我不知道 就跟这个The Vibes 这个网络媒体一样 他直接说 我们不能verify 刘振东讲的是真的假的 所以出现 所以刘振东这样子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的理据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错误的 行动党应该要挨兵 西蒙应该要挨兵 不要过于信心 就算你能赢 也要讲到自己不能赢 这个是选战惯常的伎俩 要把你的身跟选票 就算你卧病在床 你做轮椅也好 你也要出来投票 你在外国也好 你也要回来投票 要给大家有这样子的危机感 让你的铁杆支持者 有这样子的危机感 但今年他们反其道而行 行动党刘振东 这样子反其道而行 其实公正党一向来 都是这样子乱吹的 我不觉得奇怪 但刘振东也这样子乱吹 刘振东之前蛮理性的 马六甲他说会有一场应战 我们要高投票率等等 现在你看直接拿 Madeca Center都没有出现的 这种survey来讲 可能他有内幕我不知道 但是你把这个报告拿出来 给媒体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对的 然后我给大家看 你看今天刚刚的新闻 我刚才回到家是7点多 然后我截图这个新闻 大家看是一个小时前 所以大概是6点的新闻 西蒙选情吃惊 林冠英说的 华裔投票热度不及马来人跟印度人 所以西蒙选情也吃惊 他用了也这个字 不是不只是武统吃惊 不只是国门吃惊 也是我们吃惊 看到吗 林冠英用的就是他老爸 行动党惯常使用的悲情牌 你看互相打脸 互相在反驳自己 这个就是最可笑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去做这样子的 去做这样子的信息拿来传 其实对西蒙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如果你是西蒙的支持者 不要去传这样子的 假 message 先去评论一下 今天有百多位读友问我 我只回了十多位 因为太多了 真的 有给我回到的读友自己讲 我回到的我都是copy paste 我的答案 我说我去了Ulham Khan 我去了ISEAS看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受这些影响 该出来投票的还是要出来投票 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至于要怎么投 有很多读友问我要怎么投 我可能这个是我大选前 最后一场正式直播 所以等一下 我在讲选情分析的时候会讲 如果我忘记讲 大家请提醒我 所以 这个选情吃惊的图片 大家看完了不觉得很讽刺吗 一边同一个政党的刘正东 再跟你讲我们可以赢100席 Madeka Center说我们赢91席 我们其实可以赢100席 林冠英再跟你讲 我们选情吃惊 华人不出来投票 然后公正党直接跟你说 我们可以单独过半执政了 我们可以赢下112席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所以我有一说一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从我的角度来分析 从我的角度来给大家知道 我的看法 所以 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了 短短的分享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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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